都在嚴防颱風帶來的災情的時候 政治人物在做什麼 有的人就故意把颱風議題政治化 難道是有什麼樣的小心思嗎 為什麼突然間鄭運鵬要來捧賴清德 我們就來看他發的這篇文裡面有端倪 他說昨天放了很瞎的颱風 假背臺灣 他說這是中國國民黨 為了挽救謝國良市長 罷免投票的集體相怨 還說用犧牲科學決策 成就政治的可能性 他說他判斷 鄭運鵬說謝國良放颱風下 要來討好 想要其他國民黨的市長 也不好意思 讓離颱風最遠的基隆 一世獨立不然實在太難看 然後他就開始點名賴清德 說賴清德2012年 台南市長的時候 天平颱風獨牌眾議 承擔責難 不放颱風架 因此建立起首長風格 不過他說今天北北積桃的罷免颱風 架已經名流侵蝕了 但是話說回來 剛剛也說到了山土耳加東北季風 基隆的災情 想必大家也已經看到了 海邊風大雨大的 好 那再來呢 鄭運鵬說昨天的放颱風架 是有政治考量 您覺得呢 你覺得鄭運鵬講的是對的 你幫我加一 你覺得他講的才是政治化 講的是不對的 你幫我減一 聊天室跟大家做個互動 那昨天到底雨是如何嗎 我們來看到幫大家整理了 基隆其實是超大豪雨 新北超大豪雨 台北也是大豪雨 所以市長集體做出了 為了避免災情 因為新北其實也有很多的山區 然後很多工業區 他可能也是憑說烏谷 林口都靠近山區的 也要嚴防土石流 好 那再來呢 亮哥說話了 怎麼這個時候突然講就講 還要點名 賴清德做得多好 亮哥說 謝國良只是提早公告就被盯上 鄭運鵬的發文大捧 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 鄭運鵬要付出了 真的是這樣嗎 好 那接下來議員中沛君說 到底是有多看不起基隆市民 一天台風假就能夠改變心意嗎 那南台灣已經連放兩天 預期還有極高機率放假 才叫做名流輕始吧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亮哥 怎麼酸鄭運鵬 他說不要忘了 賴清德也叫賴半天 曾經有放過半天假 被大家罵得要命 你怎麼不講呢 他說對於鄭運鵬開始放話 亮哥分析 應該是要付出了 我跟你講這個絕對不是 謝國良一個人的意見 北北基陶向來是一起決定的 只是謝國良 他提早公告 他是第一個 所以他就被盯上了 這哪裡是他去連動到 北北桃 不可能 早就都是共同決定 那因為蔣花安來講 蔣花安也會去想到傍晚之後的天氣 那如果是新北 那就要考慮到有農業區 土石流 那就複雜了 對不對 那個亮哥你覺得 因為他們現在在弄謝國良 你覺得有效嗎 因為包括了這個前立委 鄭運鵬也說 謝國良就是怕其他三個 我跟妳講 鄭運鵬每次都快要付出了 他最意外 撐撐撐那個賴清德 以前放颱風價多嚴厲 那提醒一下鄭運鵬 賴清德還有放半天假被人家海幹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我說 這個大概就表示了 鄭運鵬快要付出了 賴清德即將讓他負職 然後他就要開始出來說話了 賴清德真的很不公平 到現在我們高嘉瑜蘿智政都沒下落 對不對 太不公平了 都先照顧新潮流了 聽起來好像在煽動一樣 我鄭運鵬就新潮流了 對啊 我們高嘉瑜跟蘿智政 你都沒有安排 對不對 雪中送炭的高嘉瑜 是不是 我認為沒有效啦 因為投票日是10月13 大家不要忘了 最終其實選民都很聰明的 這又不是謝國良一個人在做決定 怎麼可能是他一個人 這個一看就是人家故意來 故意來搞你的 就這樣 先感謝大家的聊天室回覆 我看到了很多人覺得 鄭運鵬在政治化對不對 不認同他的說法 首先我看到的是 陳銀泰 陳仲契 還有汪夏蓮跟洪志華 以及詹恩碩 都是減1 陳孫照也是減1 還減了三個1 另外圍棋也是減1 Mrs. Young 黃麗宇 李慧瑩都是減1的 感謝大家的回覆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首先是 其實昨天基隆信義區 也是有這個土石流的 這個災情 整個山坡的土石都崩落 然後衝到了 因為旁邊有民宅 他們家後面的陽台 全部都被堵住了 謝國良也是趕快衝到現場 然後指示說 趕快把這個附近 用這個防水的帆布 把它遮蓋起來 好那再來呢 其實很多人也在問 明天還會不會有颱風架 禮拜五 我們來看一下 立剛哥昨天上節目的時候 他在直播當中 他也故意酸 酸的開玩笑說 縣市首長會想辦法讓大家放颱風架的 好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要以有沒有達標來看的話 氣象署的資料是這樣 雙北十一縣市明天的風雨是有達標的 但是還有各方評估 只是昨天的假就被鄭雲鵬罵成這樣 那今天的假你沒話說了吧 的確有很多地方是有災情的 包含了剛剛說的基隆 還有瑞芳的部分 工程隧道的土石崩落 這都是非常危險的狀況 都是因為雨下的比較多 好那接下來雨炸北 台灣的部分 在東北還有東北角北海岸是特別明顯的 新北瑞芳從10月2號晚上就開始出現淹水的災情 因為雨下的太快太猛了 後火車站的老街 據說已經淹成一片汪洋 淹到小腿肚的高度 民眾只能涉水前進 甚至還有人機車都已經泡在水裡 來不及遷走啦 那民宅呢也是淹一片 有的人家裡是水淹膝蓋 家具都飄在水上 昂陀大雨傾瀉而下 路面幾乎淹成河面變成滾滾黃泥激流 一旁的水溝整個滿出來 洪水翻湧到路面上 山陀兒颱風夾帶強烈風雨 狂吸北台灣 新北瑞芳到處殘煙一片 2號晚間開始 新北瑞芳掀起狂風暴雨 雨淡狂炸排水實在跟不上 後火車站的老街甚至一度淹到小腿 民眾只能在混濁亡羊中涉水而過 機車幾乎要被滅頂 大雨來得又急又快 一瞬間就仿佛淹成大海 路旁的水溝被雨水灌滿 裡面的水不斷噴出 宛入海浪狂湧 路面水流湍漆 貨車開過瞬間掀起一波波海波浪 雨淡不只狂灌道路 大水更是整個燕淨民宅 就連關起門來也擋不住 家裡淹成一片湖 黃泥水夾在泥沙流入 一秒淹沒膝蓋 家具全泡在水裡面 居民苦不堪言 泥水淹入民宅 家具全飄在水上 好不容易等到水退了 地板通通都是淤泥 還是只能任命清理 暴雨狂袭瑞芳 過去24小時累積雨量已經突破485毫米 所以這山陀兒不斷接近 風雨還會更大 請民眾不要掉以輕心做好防台應對 記者朱定榮先被采放報導 山陀兒颱風在12點40分 已經從高雄的小港登陸了 受到了風勢雨量的影響 高雄的捷運今天早上已經緊急宣布了 下午1點鐘之後呢 紅線的高架段試運站到岡山車站 都是暫停營運的 其餘路段維持班距20分鐘 輕軌的部分是全日停駛 交通狀況請大家多留意 那另外呢 在高雄有民眾拍到了 小港參旅學校附近呢 有人家的屋頂飛走了 露營的民眾也爆出了一陣驚呼啊 另外呢 在高雄鳳山區的南光街 有一處名宅樓頂呢 也是因為加蓋鐵皮屋 強風直接把他們家的屋頂催落 墜落到地面 幸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只是有兩輛汽車好像被壓到 因為鐵皮的面積太大 目前暫時沒有辦法排除 目前已經拉起封鎖線 避免人車進入 高雄的風雨有多強 人站不穩 就連陽台上的洗衣機 餐廳的超大冰箱居然都被吹到馬路上 網友還笑著說冰箱走得比山圖兒還要快 山圖兒狂襲南台灣 強風橫掃過來馬路上大雨斜切 高雄市區狂風暴雨 什麼東西都被吹跑 天啊怎麼辦 我搬不動 陽台上洗衣機竟被大風吹到位移 整台歪掉 只靠管線連著救了洗衣機一命 這台超大冰箱更扯 直接被吹到馬路中間 網友歪樓 冰箱在用行動跟颱風表示 連我移動速度都比你快 終於連冰箱也被颱風逼瘋了嗎 十幾萬就這樣涼了 那一台車好水小喔 狂風一掃路樹全倒 大樹被連根拔起 狠狠砸壞路邊特斯拉 另一棵路樹倒下瞬間嚇死人 還好煞車踩得夠快 還有超大路樹直接狂砸校園圍牆 甚至還壓到了這個學校的這個圍欄 是已經整個都被壓垮了 只有一路 暴風狂吹把路牌都吹走 民眾還撿起來擺pose在路邊攔車惡搞 大樓外牆帆布整片破碎瘋狂搖晃 只靠一根線吊著搖搖欲墜 公車站外的鐵柵欄也被強風整排扫倒 高雄市區刮起大風有夠恐怖 台南黃金海岸的擱淺船 也被風浪打到歪掉 整艘船倾斜看起來就要倒了 屏東風雨也很浮誇大型看板整片倒塌 甚至還有一大片被電線接住卡在半空中晃來晃去 電線都快被扯斷 山陀兒走太慢 暴風圈籠罩南台灣超強風雨把冰箱都吹跑 落樹看板倒的倒塌的塌 災情頻傳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昨天因為北台灣沒風沒雨的放假 好像也讓大老闆有不高興的聲音 財信傳媒集團董事長謝金河 他是在臉書發難 他說颱風還沒來全台灣都放假 他的行程禮拜一到今天都受到了影響 他說按照各縣市政府颱風放假的放法 這個禮拜台灣很有可能一直跟著中國慶祝國慶 一整個禮拜都在放颱風假 他說或許這是大家共同討論的 颱風假怎麼放的時機了 他說多一天的假期 所以他今天也研究了中東的局勢 他提到了以色列費了很大的力氣 都沒有辦法剿灭哈馬斯 這也印證了一直以來的看法 在戰場上大未必大小未必小 在國家面臨生存威脅的時候 對敵人不能手軟 這也是以色列建國以來的生存之道 他說其實台灣受到的威脅更大 但是台灣缺乏全民的備戰意識 像是放颱風假 政客努力的討好人民 人民只要賺到一點小確幸就很高興 沒有人計較 一個決策到底精不精準 好 這是謝金河今天的看法 那接下來呢 北台灣開始出現雨勢了 尤其是陽明山 哇 機車倒一片啊 十一級的強震風 吹倒露術 機車也倒了 人都站不穩了 文化大學我們帶您來看 就算是全副武裝你穿雨衣也沒用哦 被強風一樣狠狠地吹翻 另外在台北市區開始出現了 間歇性的豪雨 市長蔣萬安說 下午開始風力還會增強 提醒民眾多加留意 台北山上雨淡轟炸 超常震風來到十一級 唯一比驚人 一排露宿被風吹的 簡直像要被連根拔氣 數字像是拼死 拼命掙扎求生 物防機車狂倒一片 激風奏雨 讓人都快被吹倒 陽明山的十一級強震風 旁邊那個機車呢 是全部倒了一整排 十一級風讓人戰鬥站不穩 頭上帽子快被吹向天際 一整排機車東倒西歪 連車廂都被掀翻起來 山脫的颱風還沒登附 台北山上已經感受到明顯風雨 而在文化大學更誇張 昨天反往開始風雨增強 就算全部裝穿雨衣 也幾乎走不出去 風雨中雨衣狠狠打在臉上 一陣強風光來 整間雨衣向快被吹走 不只在山區 台北市區也出現 近邪性強風豪雨 民眾雨傘直接被吹開花 台一開傘 整治雨傘馬上被強風吹斷 街頭民眾只能邊擦著 臉上雨水 便快不走近捷運站內 甚至在內湖民宅頂樓 木瓜樹隨著狂風左右猛晃 還傳出族庭有木瓜掉下來 白天更有人擔心 整棵木瓜樹會從高處砸落 但這還不是風雨最猛烈的時刻 氣象鼠預估 台北3號出現紫暴豪雨 新北也要留意大雨發生 預估在陽明山區 累積雨量會來到最高400毫米 預測風力都會來到急震風 甚至山區會來到10到11起震風 運氣大概下午左右 就會感受到風力比較強 結日3號上午7點 台北市已經接獲178件災情 其中也入住倒塌為最大宗 但會不會續放第三天的颱風架 還有帶氣象團隊專業監測 即北北桃討論之後再行功夫 這張日本王志恒 謝紅洆珍採訪報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再每次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